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樹上開媒有限公司享肉的陳育賢 創辦人來接受我們的人物專訪 歡迎麗玲 妳好 歡迎 這邊想要問一下育賢 你當初創立的這個享肉的起心動念是什麼呢 當初只是想要讓一樣 好吃又好玩的一個產品 可以直接送到家裡 讓一些像當生的人或是一些在外面單獨一個人住的人 他可以享用到這個產品 所以你們主要的商品的內容 然後你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它的一些食材 然後它的一些安全性 然後是要如何使用 裡面有包含什麼呢 我們這個產品裡面包含的就是有基本的小烤爐 裡面包含了木炭 那這個木炭的話它使用的是蘋果木 所以它在燃燒的過程中是 比較不會有爆出火花 然後燃燒的時候比較不會吃餅 味道比較不會吃餅 另外我們又提供了一個是 比較長的火柴可以去做燃燒 可以保護手比較不會去燙到這樣子 那我們另外又有在提供一個是燒烤紙的部分 它的話有具備一定的稀有的功能 可以隔絕油脂跟會滴落到木炭上面 那它的安全在烤上面的時候 我們還有在另外製制一個腳匠 它不會跟桌面之間接觸 所以在烤的時候不會導致說 因為燃燒過度 所以導致可能著火啊這些意外 安全性是可以得到一定的保障的 是不會發生那個問題 那在使用過程 你們在購買的時候 我們送到家是全程都是低溫再配 所以它在食品安全上是沒有其他的問題的 所以使用上的話 人也是很方便性的 是的 那你裡面的一些食材有包含哪些 裡面的食材的話 我們有豬肉、牛肉 還有就是像海鮮的部分 就是有像蝦子啊、干貝啊 這些東西可以讓你做搭配 那另外還有提供的就是像是素食飯 跟沙拉的部分 還有另外的嗎? 對 這個是另外的 那素食飯的部分 它只要單純、簡單沖泡 跟泡麵一樣 簡單沖泡 它就可以馬上食用 是 所以又可以吃飽的一餐 沒錯 它是完完整整的 是可以讓你吃到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呢 可以吃飽的一個產品 所以也是算是一次性的 然後吃完 是屬於可以回收類的 又是環保的一個材質 對 它在收拾上其實很簡單 就是單純把木炭 澆水下去 熄滅之後 你就可以把整個 東西 全部的產品 就可以完完整的去做回收 所以相當方便 是 對 那這邊的話你可以跟我們分享的就是說 你在這創業的過程中 你應該是下足了很多功課 然後就是 有 你的想法 然後你有做商品的一個規劃製作 所以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經歷嗎 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其實遇到真的很多很多的挫折 在當初它的設計到到最後的成品出來的時候 其實 發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當初都是理想 可是真的把它實踐做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跟你 當初想像的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經常會發生 打掉重練的情況發生 那這個過程其實也浪費很多時間 跟金錢下去 去做一些像 研究 研究 對沒錯 做這些事情 那 一開始 在做的時候 是因為一個人做 所以一個人做的時候 你沒辦法得到其他人的 幫助 沒錯 甚至建議 你該怎麼做 其實都沒有 那一路上只能 這樣子碰壁 一直撞來撞去 到現在 終於把產品做不出來的時候 才是 才是 對 自己看到都很欣慰 對 很有成就感 對 我看起來也很舒服 對 那你當初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想要做個人的一個燒烤的一個食品呢 因為我自己的職業生來 接觸了不同的業態 餐飲的業態 所以呢 從這個業態當中 得到了一些 蠻多的啟發的 那 台灣其實很喜歡吃燒肉 那我就有從燒肉這邊下手 下去做這樣的產品出來 是這樣的奇蹟 嗯 所以 像 他是 一般的 呃 算是群眾都可以吃 但是 呃 你這邊好像有 針對老人 老年人的一個部分 老年人的部分的話 我們是 一開始很希望吃可以做出 讓老年人在家裡可以吃得安心 吃得 美味 然後 可以不用下廚的一個產品出來 嗯 對 這是我們起初的一個想法 但是我們最初先做的產品是 針對 呃 年輕客群 嗯 然後單一個人居住的這種 小 小單身家族 小家庭 這個方面 小家庭 然後一個人可以在家慢慢享用 喜歡在家的人 沒錯沒錯 我們希望一開始先從這邊打入市場 嗯 後面我最希望就是再做出 有關於老年人可以在家裡享用的一個產品 對 而且這對老年人現在就是他使用上方便 然後也可以吃得飽 是 然後對他的牙口也是 呃 沒有任何的一個問題 是 這也是我們想要 到未來想要努力的一個方向 嗯 了解 那你這邊的話當中有遇到 呃 客人給你什麼樣的一個反饋 或者是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情嗎 呃 大部分的話都是會覺得說 可能煙的部分 或者是說 擔心宅配的問題 嗯 會有一些發生 那其實這個過程中 我們其實一直努力去克服 嗯 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在從中得到的反饋當中 我們有去做 呃 修改 跟調整 跟調整的部分 嗯 所以現在的產品其實已經有 呃 蠻接近完善的一個狀態的 嗯 所以以你們這樣剛創業不久 然後就是客人給你們的反饋 現在基本上的商品都已經成型 對 所以呢 現在目前都可以在線上做訂購 線上訂購都是沒問題的 都是沒問題的 對 即將後面我們會發展一個Uber 可以讓在地的台中縣市 不用再花費比較昂貴的 宅配運費 嗯 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可以讓台中市 的市民 的消費者 對 可以比較得到快速 可以得到這件上的產品 這樣子 對 因為現在年輕人真的很多 不只年輕人 應該都很喜歡吃燒烤 只是 是屬於個人的燒烤 真的是相對的比較少 是 對 然後呢 這樣你對你未來的短中長期的一個規劃 你未來有什麼方向 想要去執行 未來的部分的話 我希望是用這樣子的產品去做延伸 嗯 我到時候可能會希望是 它可以做比較更多不同的面向 像這個部分或可能是比較 偏向於肉品的部分 我可能就會開始主推可能是甜點的部分 甜點 對 我希望它在未來 它可能在家裡 也可以用好的方式 吃到甜點 喔 欸 烤的甜點 其實項目不多欸 項目不多 但是它是有的 嗯 像 呃 番薯 呃 番薯可能沒有那麼接近 像烤那個年糕啊 麻薯啊 喔 對不對 甚至還有人會是烤小饅頭啊 喔 是是是 千層皮拍 千層拍皮啊 這種東西 甚至像 就是會有比較一些特殊的產品 嗯 那這個東西都是我們想要去做的東西 嗯 那你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如果說 呃 當我買一盒 這個燒烤的禮盒 它裡面有包含哪些東西嗎 最基本的話 它就是 除了肉啊 飯 嗯 或是像 菜的部分 沙拉部分 嗯 它另外的話 就是還會提供的就是 基本的 餐具 調味品 嗯 比如像是海鹽 或者是像是燒肉醬 嗯 這些都會附 另外沙拉部分 我們可能還會再提供的是沙拉醬 啊 對 這個都是部分的 然後為了讓 呃 消費者在吃的時候跟烤的東西有一個區隔 嗯 所以除了有提供筷子之外 我們要提供小夾子 哦 所以等於是完全自己家裡的用具都不用準備 沒錯 哦 只要放在餐桌上就可以 沒錯 就是這一盒 就將你全部的需求全部都搞定 哦 那這樣真的很方便 是 對 那這邊的話就是說 如果說有年輕人想要跟你們從事相對的一樣的一個事業的話 你會給予他們什麼樣的一個建議 因為現在有很多成功的人 創業成功的人 其實 在 所有人當中他其實佔不到百分之幾 嗯 那如果想要踏入這個創業的路的話 沒有抱著一定的決心或是失敗的決心的時候 嗯 就千萬不要踏進了 對 因為這條路是非常非常難走的 而且很辛苦 是 對 就像你講的一樣 就是要下定決心 其實 你做跟不做 就是在一線之間 做了你才知道答案找你 是 在哪裡 對 啊你不做了你還是停留在原地 沒錯 對 所以做吃的話像這樣研發 像一路走來 其實 有看到成品跟成果 這個是真的一個非常高興的事情 對 對 再加上你的想肉 這個 比較獨特的一個個人燒烤 是真的 很少見 對 而且你是在台中市嗎 對 在台中市 在台中市 所以現在如果說訂購的話 就是 必須從你的 FB嗎 從FB IG 這個都可以去 或是甚至在網路上搜尋想肉 其實都會出現我們的官網 就是盒子上面那個想肉兩個字嗎 沒錯 沒錯 OK 好 那今天非常感謝你來接受我們的人物專訪 對 今天非常高 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那個 陳育賢創辦人來接受我們的人物專訪 感謝你今天的莉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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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